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伙子被蜘蛛咬了一口 从此变成超级英雄的电影 男主阿德从小就与舅舅舅妈生活在一起 与舅舅的感情极深 因为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他只有哈利一个好朋友 不过阿德一直对同学玛丽情有独钟 就在一次观看蜘蛛的科学展览时 阿德在帮助玛丽拍照的时候 不小心被一只基因变异的蜘蛛咬了一口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回家之后阿德发现自己的手肿了起来 并且开始发起了高烧 到了第二天 当阿德醒来之后 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上长出许多肌肉 自己手指上的皮肤上 竟然长出了许多蜘蛛才有的小刺 居然还可以在墙壁上随意攀爬 并且自己的手掌还能释放出蜘蛛才有的枉丝 还有能够感知危险来临的超强第六感 阿德想买一辆跑车带着心爱的玛丽出去兜风 于是他就参加了电视上的摔跤比赛 比赛的奖金是3000美元 阿德还特意为自己设计了一套红色的 锦蜘蛛服和面具 他利用自己的超能力打败了对手 然后兴奋地跑到主管办公室里想要领取奖金 但主管却只给他100美金糊弄他 阿德十分的愤怒转身就走 就在他要离开时正好撞上了从主管办公室里投钱的强盗 主管让阿德从强盗手里拿回钱财 但是阿德并没有理会他 强盗也因此顺利逃走 可阿德下楼的时候发现来接自己的舅舅倒在血泊之中 原来是刚刚的强盗杀害了舅舅 阿德恨自己间接害死了舅舅 他通过超能力抓住了强盗并把他交给了警察 但他恨自己没有早日行侠仗义 于是想到了舅舅跟他说过的一句话 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 阿德将这句话铭记在心 他出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解决邪恶的力量 从此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只要有罪犯出现 蜘蛛侠就会从天而降协助警方把罪犯绳之以法 哈利的父亲哈诺是一名研究人员 由于研究项目过不了检测 公司就将项目停止了 为了报复公司领导弹劾下了自己研究的药水 这种药水让他变成了绿聚魔拥有了力量 并邀请蜘蛛侠加入自己的团队一起破坏世界 蜘蛛侠当然不会同意了 在一次聚会上 他发现阿德手上的伤口 与蜘蛛侠在战斗中所受的一样 通过自己儿子得知 阿德喜欢玛丽 于是劫持了玛丽做人质 要要挟蜘蛛侠在一座高楼上 他将玛丽和一个小孩同时扔下去 在万分剑机之时 阿德一把抓住两个人 最后蜘蛛侠抢先一步击中了绿聚魔的要害 关键时刻绿聚魔摘下了面具 阿德发现他竟是哈利的父亲 哈诺一边哀求阿德 一边却突放冷箭想要偷袭 最终反噬恶果被自己的冷箭射死了 在哈诺的战力上 因为这件事 阿德失去了兄弟哈利 玛丽却向他表白了 但阿德拒绝了他 因为他知道这样会让玛丽遭到恶人的伤害 并且还有更多的人还等待她的救援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蜘蛛侠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